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大家對愛媛縣熟悉嗎? 聽到愛媛縣會不會想到松山城、 道後溫泉、 下潭站、 以及美麗的大海等等的景點呢? 大家知道愛媛縣最有名的水果是柑橘嗎? 這次特派員鮑勃來到了愛媛縣,幫大家試吃愛媛縣無敵美味的柑橘 我們搭乘飛機從東京出發, 坐了約一個半小時, 來到位於愛媛縣的松山機場, 然後來到了伊芳丁、川永田的田園農園 吃吃看接下來2021首度引進台灣的乾坪柑橘 那我們就請這邊的代表塔布奇賞幫我們介紹一下這邊的特色吧 我是田園農園的田園 我家裡有20種類以上的蜑螂 在我家裡有20種類的蜑螂 這裡是伊芳町 是愛媛県最西部的地方 在日本最長的長度的 佐田岬半島 在日本最長的佐田岬半島 在你身上有很多蜑螂 在這裡有很多蜑螂 請請請大家多多蜑螂 謝謝田園先生 那這一產的乾坪柑橘 在1月初的時候收成 然後在1月中的時候首度外銷到台灣喔 在台北跟台中都可以買得到 那請問田園先生乾坪製起來的特色是什麼呢? 很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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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多多吃 哇 脆 而且吃起來絕對不是死甜 是那種很自然的甜 那種酸酸的味道 太爽了 好吃好吃 吃到都噴出來了 哈哈哈哈 距離去下一個地方還有一點點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田園農園的另外兩種柑橘 賴吾翔又稱作柑橘界的鮪魚肚 濃郁香甜入口即化般的口感 是他最大的特色 長得很可愛的突乾的突的形狀 是他人氣的秘密 吃起來只有田中帶酸的好滋味 我們離開田園農園後 前往位於羽和島市吉田丁的蜜乾研究所 為什麼是研究所 我們請這裡的負責人 舉地先生來介紹一下這個研究所在做什麼 蜜乾研究所 新的蜜乾的品種開發 和美味的栽培技術開發 那都來研究所了 Bobbo就來試吃 然後比較這一產的不同種類的柑橘吧 那我就來吃吃看這個紅馬丹娜味道如何 它這吃起來啊 就會像果凍一樣 簡直就是入口即化 然後又有點QQ的感覺 哇真的太好吃了 能夠把皮也吃掉嗎 太沾了太沾了 那我們接下來吃吃看今天早上吃到的甘品 哇這個東西真的很好吃 所以再吃一吃也沒關係 它那個果粒啊 真的粒粒分明 然後酸中帶甜 我覺得它那個果粒粒粒分明的感覺真的蠻特別的 我相信對台灣人來說應該是一個蠻特別的實感 好吃 我現在吃的這個是愛媛蜜乾 哇 就想到愛媛蜜就會想到蜜乾啦 嗯 嗯 它那個甜中帶酸啊 那Balance非常的好 不會過甜也不會過酸 好吃 那我們接下來去看看這裡的甘品種植場 我們上一個拜訪的田園農園的甘品 也是由蜜乾研究所培育 由祭師將種植技術傳授給農園 可稱為田園農園之師 欸?為什麼這裡的柑橘都用粉紅色的東西包起來了? 對方的菜單 然後把蜜乾研究所給它們做 然後把蜜乾研究所給它們放在這裡 把蜜乾研究所給它們開放在這裡 然後把蜜乾研究所給它們 然後把蜜乾研究所下 我們前往最後一站 位於八番賓市徵網代的吉川農園 我們現在到最後一個景點 你看他這個橘子園直接對無敵海景 哇在這邊生長橘子 但是每天可以看到海景 真的太幸福了 好那我們去你身邊的負責人 吉川先生幫我們講一兩句話吧 這位溫州蜜干啊 他甜的秘訣只有三個太陽 第一個太陽是天上灑下來的陽光 第二個是海水折射的陽光 然后是石墙折射的阳光 受到这三个太阳充沛阳光的恩赐 爱人的蜜干才得以如此与众不同的美味 那我们请问吉川先生他所种植的温州蜜干的特色 酸到一体柑橘上白白的部分是肥料而不是农药哦 稍微擦一下之后就可以吃了 那薄薄就来试试看看吧 好啦,来吃吃看这个温州蜜干 真的是小巧可爱 而且香气十足 吃起来非常的甜 而且又带你的酸味好吃 吃完温州蜜干之后 鲍勃的旅途也到了尾声了 这次很开心可以一天拜访三个地方 田园农园的香甜果肉 粒粒分明的甘瓶甘菊 蜜干研究所三种甘菊试吃 可以感受到局地先生对栽培甘菊的坚持与创意 充分利用阳光之力的吉川农云的温州蜜干 没想到一颗小小的蜜干有大大的知识 鲍勃真的是受教了 你现在哪一天可以回到爱人县 拜访这些地方 要结尾啦 希望这次包裹的爱源柑橘之礼呢 可以让大家多多了解爱源柑橘好吃的秘诀 以及各个能源负责人对待每颗柑橘的努力栽培 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在台湾尝试看看爱源的柑橘哦 我是包博 我要赶快结尾 我要赶快吃鸡汁啦 好啦 嗯 那大家再见啦 拜拜 哇 再多吃一点 嗯 真的好甜好好吃啊